趙大哥您好,我跟我媽都很喜歡你 我媽從三十年級就開始崇拜你 然後我也是看你的政任節目長大的 就配功課然後一邊寫一邊看這樣 然後因為太喜歡你了 所以今天必須要問很尖銳的問題來幫你搶版面 這樣子可以嗎? 好,就是看到你 就是我看過很多你以前的歷史的資料畫面 然後包括你當時跟王建玄愉快持官參選 然後下來參選立委 那時候你們最痛恨的就是李登輝去勾結財團金牛 還有一些地方派系黑金的等等這些勢力 在地方上面經營的黑二勢力這樣子 好,那就是想必您的特徵組也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有特別特別的感觸 然後一定要視覺去剷除這些地方上面的黑二勢力 那想要請教您 但是您的道德標準 您的道德要求 是不是僅限於您的政兵呢? 就是今天國民黨支持 在地方上支持很多候選人 包括苗栗的陳超明 包括台南的李全教 跟花蓮的復婚禧 他們分別因為陳超明跟財團勾結 然後復婚禧炒股案已經判刑定驗片 服刑完畢 然後李全教這地方在台南的議會裡面 就是去跟議員會選 然後議長會選 然後到現在還吵得沸沸揚揚 那想要請問趙先生 就是當您的手在牽洗這些地方黑金派系的人選的時候 您的心理在享受 會不會用一樣同樣的標準來顯示他們 後來特徵組如果真的成立之後 那他們所做出的偵察 您會尊重嗎? 會不會遇到顏色對的就說 這是政治迫害 顏色錯的就說 這個是執法司盤公正 謝謝您 各位同學說 他跟他媽都很喜歡我 我以為他等等問題 是要讚美我 沒想要問出這麼堅韌的問題 你知道我們每天下午 就要到花蓮去幫傅崑禧站台 有的時候是因為 因為 因為 複選的關係 那我這樣想 就是說 的確他對我很了解 我對貪汙真的是生物同權 真的 我常常覺得說 要賺錢就不要搞政治 要搞政治就不要賺錢 很簡單嘛 台灣社會這麼多元 你要賺錢你就去做生意嘛 對不對 但是一旦你決定要搞政治 對不起 不要賺錢 不要想要賺錢 那 好 剛剛他提了幾個名字 我這樣講好了 就是說 如果我們當選 一定是嚴格的要求他們要遵守法律 不可以有任何的特權 牟利 那如果 有違反的 侯遠講過 不論黨派 特徵組在恢復 不是抓民進黨 不是只抓民進黨 所有的黨派 只要違法的通通抓 而且 主要的就針對大官 總統副總統 副總統 武院院長 然後立委 部會所長 主要就針對人 好 所以呢 在這邊跟各位保證 王謙謙曾經講過一句話 叫做六情不仁 那有一句古話叫做 代徒私交 所以呢 但是過去有案 也不能表示他以後不會悔改 我們總希望更生人有更生人的權利 他也可能變好人 但是好 反正過去的案子歸過去 你該處分 該判刑 該官的 也都 體律上都做了 今後 我們當選 不管任何人 只要你敢 不過貪污 一定除而無盡 一定通通抓起來 好不好 好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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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